主持人 阿亮 大家好 各位朋友 欢迎收看ATV Mark populk 我是主持人阿亮 那今天我们位于的是 楼梯何南端的边珈 为什么要摩拜龙峡 因为这里盛产的是龙峡 那么今天是我们边珈南返 反滅村大集会的现场 我要带各位朋友们 直击大集会现场 好各位朋友们 我们现在来到了 我们反滅村大集会的现场 那么边加兰这些居民呢 希望政府听到他们的心声 就是因为台湾的国光石化 要在这边建场 希望他们可以得到一个 很好的安定的一个居民生活 那还他们的居村 我们现在看到他们 是他们现场的一个机会 希望各位朋友们 可以多多支持我们边加兰的居民 还我们一个干净的肩膀 他们的肩膀由他们做主 我们下期间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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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间更好的 我们下期间的肩膀 我们下期间的肩膀 omie 中共 有多every 并 blake 无行了 我们现在 只是 我是前天才再来平加兰 我来就是因为看到报纸 所以我要来跟你们聚会 我希望你们人民一定要保有这个土地 这个你们在这里已经住了几代人 这个土地是跟你们很有缘 所以没有人能够乱乱拥有这些土地 就是你们平加兰的人民 所以你们要坚持在底 我们要一直兜下去 我们并不是兜政府 我们是兜不合理的东西 我是来自沙巴山达根 今天兴法兰 马来很尴尬教授 跟 penduduk kampu penduduk kampu pengerang 不加拉伦部 大学的肯定 肯定是一个肯定的肯定 龙虾大哥是吗 叫龙虾大哥 因为像龙虾的面具对不对 对不对 我还问一下为什么你们这一次要那么积极跟激烈 因为这个祖坟是关于我们华人的经济来的 他要签坟不是签客一两个 而是签客五座第三 这对死人来来说 靠记那个沙巴有一个老夫人讲的话 签坟就是让祖先再死一次 我们不想让祖先再死一次 就是主要是签坟的这个目的在这里 他们要为了盖石化产来签坟 所以会有影响对不对 而且影响了我们的那些 渔夫们的生计完全没办法出海 就算有办法出海也补不到那些渔获了 渔获产量大减 他们本来一个月差不多有两三千块的 剩下只剩下一个七八百块 等下养活一家几口 他们会有孩子要读书 有妻子要养的 关于生计 我们让政府顶到这些行政 还有 政府以前的法令条文下来是 没有关闭滑销的 这两件滑销怎么办 这两件滑销听说到东来只变成一间 一间被关闭 真的 Recht rod那种 陆客人们 всей答案 他不在招熟 我们承受感谢iche绿 大启 是 呸 吁員 吁 efficiency 吁� Epo 吁醒 吁y company broker auditor 我 中 Yang kedua 5 kubur 3 sekolah tokoh China majlis dan rumah dipaksa pindah betul 中 Yang ketiga aktiviti penambakan laut dijalankan 24 jam setiap hari betul 中 Ini semua tidak puas hati yang terhadap penduduk betul Jadi hari ini tujuan kita berhimpun Marilah kita sama-sama sebagai rakyat Malaysia Kita tuntut hak kita BONE FALL DAD BONE FALL BONE AND PINE 各位朋友们 我们变迦南居民 还是风雨无阻 现在老天爷下起了明明续语 证明老天爷有眼 那么希望各位朋友们 可以继续地支持他们 和保护他们这应有的土地 那么变迦南居民 我们的心神就在这里 很开心 为什么 因为我祖宗既得 能够做条路给人家走 这个我很开心 不过问题他现在要挖的 他不是说拿来做公众措施 他挖到的是 来作为国际的投资 钱别人赚 为什么我们要受这种苦 我讲我们要呼吁就是 希望全国的人民 都能站出来 无论什么种族 因为会挖到 现在挖到的是 华人跟马来人 毕竟因为我们这个村里面 我们整个边加南区 就只有七七几名的 印度 印度同胞 没有多少个 所以我们这边 没有印语的本场 那已经挖到 华人跟马来人 难免以后挖到印度人了 对不对 这个东西是 无所避免的 如果是政府继续 用这样的手段来做 将来真的是 什么我们民族都没有地位 不是说属于三一民族 我们华人没有地位吧 包括 马来人 他们也是一样的想法 我们不要他动我们的 主见三合 无论什么种族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主见 重见天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